午安大家好 氣象局持續針對今年第12號颱風梅花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我們從今天下午2點的天氣資料來看 梅花颱風在今天下午2點已經來到台北的正東方 大概270公里的海面上 它的暴風半徑是150公里 持續籠罩著台灣東北部海面以及台灣北部海面 因此氣象局持續針對這兩個海域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請相關海域作業的航行作業船隻要嚴加的戒備 另外由於颱風逐漸的在北上 台灣東南部的外海已經脫離了警戒區域 因此這一報的警戒區剩下北部海面以及東北部的海面 我們預計這個颱風在未來一段時間會持續緩慢的北上 從未來24小時的路徑預報上可以看到 目前颱風在台北的正東方 到了明天的時候會來到台北的東北東方的外海 這段時間它的移動速度是比較緩慢的 因此暴風圈持續籠罩在台灣的近海 而在明天晚上之後 根據比較新的氣象資料顯示 這個颱風在明天晚上之後會有加速的現象 因此大概會在14號逐漸的往中國華中沿岸靠近 相對的離台灣也就比較遠了 因此台灣地區的天氣的話 在14號之後天氣上會逐漸的恢復穩定 那在降雨的部分的話 雖然颱風並沒有直接影響到我們 但是外圍環流其實對台灣還是帶來比較明顯的雨風跟浪的影響 我們從累積雨量上面可以看到 這一段時間因為主要是吹偏北風 所以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北部是這一次降雨比較明顯的區域 那從在北部地區的累積雨量圖上面 我們更可以看到主要的降雨都是分布在北部的山區 其中最大的降雨出現在新北市的烏來有來到398毫米 另外在桃園市的復興區也超過300毫米以上的雨量 而在平地接近基隆北海岸的地方 這兩天累積雨量其實也接近200毫米 所以雨勢上面來說其實算相當的明顯的 而從未來一段時間的降雨的情形上 我們從雷達回坡圖上可以看到台灣在這個位置 颱風在台灣的東方 因為在台灣這邊的話持續是吹比較偏北風的關係 所以在迎風面北部東北部還是有比較蠻多的回坡 以及降雨的訊號移入導致比較明顯的降雨 另外在中部跟南部地區 今天還是有間歇性的降雨的狀況 由於這個颱風在未來一段時間幾乎都是在台灣的正東方 因此我們預計這樣子的降雨狀況 一直到明天清晨都還是會維持的 這個是今天白天的電量降水預報主要的降雨區 在北部跟東北部 相較之下到了今天晚上 北部跟東北部還是主要降雨的區域 我們還是認為在這一段時間 在北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 台中南投的山區 可能會有豪大雨發生 這當中又以新竹縣地區 新北市山區 桃園縣的山區 以及宜蘭縣的山區 可能會有豪雨發生的狀態 特別要提醒 由於新北市的烏來 在過去已經有超過大豪雨等級的降雨 累積雨量相當可觀 在這一段時間 還是要特別留意降雨可能導致的災害 除了降雨之外 在風的部分 在這幾個小時風力上也是比較明顯的 在過去的觀測裡面 其實各沿海已經普遍都出現了7到8級的陣風 其中在我們的彭嘉雨 以及在東北角的比頭角的側站 已經有測到陣風9級的強風出現 我們預計在今天的白天 從風力的預測圖上可以看到 綠色的部分大概是陣風8級左右的位置 那黃色的部分大概是陣風9級左右的位置 白天的部分在宜蘭、恆春半島、西半部的沿海 風力上都還是比較偏強的 到了入夜之後 因為風向逐漸地轉成西北風 所以強風的區域會稍微有一點改變 西半部沿海風力上有逐漸減弱的現象 但是我們要特別提醒在東北部地區 基隆北海岸 還有南部地區跟恆春半島 這一段時間風勢上還是會比較強勁 然而會有8到9級的強震風在沿海地區出現 要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而風力比較大之外 其實沿海的浪也比較明顯 而在藍雨的話 在今天有曾經出現過3.9米左右的浪高 其實在台灣各沿海的浮標站 我們都看到2米以上的浪高 海礦上還是相當的不好 我們預計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 可能在東半部的沿海浪可能還是會超過3米 其他地方浪也都有2米以上 這邊要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那今天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 是這個颱風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雖然它沒有直接影響我們 但是外圍環流帶來的影響 還是要請大家注意的 以上是這一次的颱風動態說明 請問現場的媒體朋友有提問嗎 好 這個颱風的話 在今天到明天白天是比較緩慢的北上的 那從路徑圖上面可以看到 大概明天晚上開始 就會逐漸朝中國華中沿岸接近遠離台灣 那根據目前的速度 然後路徑假如沒有太大變化的話 很有可能會在明天晚上前後 有解除警報的可能 讓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陽光局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